中广早报新闻 中广早报新闻的直播服务 现场还有好多的听众朋友 也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 大家可以做及时的留言互动 一起来讨论您听到的新闻 稍后在八点半钟 我们会把中广早报新闻 35分钟整段内容 上传到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上 大家随时可以回来点选收听 如果你早上通通听过 还是要请您帮忙 记得回来 帮我们稍微按一下 这个赞的增加点阅率 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 也谢谢大家的帮忙 早报新闻一开始 照例我们赶快 如果只有三分钟 先来听听各个报纸 在今天的头版 主要的新闻聚焦 当然在这几天 国内政坛的话题相当多 所以今天综合性报纸的 头版头条 加上前三版前四版 几乎通通都还是聚焦在 2020总统大选的相关议题 昨天最新的进度是 蔡总统她昨天去民进党中央 已经正式领表登记 换句话说 蔡赖在民进党内的角逐 目前看起来是已经确定成型了 今天包括了自由时报 苹果日报 都把昨天蔡总统去领表 然后说了一些话 放在头版头条 来做大篇幅的报道 中国时报 今天头版头 则是给了韩国瑜 联合报也是 但是焦点不太一样 中国时报呢 今天韩国瑜 放在头版头的焦点是 因为昨天 蔡英文总统 她去领表的时候 说话呢 有点酸酸的 一下来酸一下 韩国瑜啦 然后再窥一下 赖清德 所以今天在中国时报的 头版大标说 这样有点失去 总统的高度 那说这样话的人 是韩国瑜 所以借韩国瑜的嘴巴 来批评 蔡小英 她这样说法 好像不像一个 当总统 应该有的言论 至于联合报 今天的头版头 则是 韩国瑜面对媒体 询问的时候 当然大家最近问她的 都是说 你要不要选总统 这时候呢 她今昨天 抛出来新的说法 是说 国民党内 在整合部分 必须要有一个认知 不要以为 现在蔡赖 可能正式要来对决了 绿营方面会分裂 所以蓝赢就可以 见列欣喜 她的说法是 民进党好像妖怪一样 你过去看他们 杀到剑谷 感觉好像一辈子的仇人一样 但是回过头来 马上又会愈合起来 他们会团结对外的 所以说国民党 你自己在整合的时候 必须要有大是大非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这样一个提醒呢 今天联合报是放在 头版头条 当然各个报纸 今天针对选战议题 部分的版面 还是相当多 联合报123版 自由时报 头版4版 苹果日报124版 至于中国时报 更多 也是1234版 四个版面 旺报今天头版头条 针对目前几个 我们台湾的 政治意见领袖 包括柯文哲拉 先前蔡英文 通通到美国去访美 很多人说 选总统前 必须要得到美方的印证 跟盖章 所以这一次呢 两个人先后访美 都是有一点点在 寻求美方 这个认证的味道 不过今天 旺报当然是站在 中国大陆 这一边的观点 说你就算访美不重要 重点是 你怎么走 你都跨不出去 一中这个原则 这是旺报 今天的1234版 当然配合的是 接下来韩国瑜 可能要访问大陆 访问香港跟澳门 在大陆方面 又怎么看这个韩市长的一个出访行程 这是各个报纸 今天在 比较综合性报纸的新闻焦点 至于财经报纸呢 则是聚焦在联准会的歌派讯息 越来越强烈 昨天强调 除了说今年可能不升息之外 9月份的缩表 这个看起来好像应该就是势在必行了 两大财经报纸 工商时报 经济日报 都放在头版头条 体育焦点聚焦在昨天晚间 让好多棒球迷非常感动的 林沐一郎的这个退休仪式 包括整场比赛 虽然说很期待他在最后一场比赛 能够敲出一支安打 不过很可惜 没有如愿 但是整个球团 包括这个美国大联盟 以及日本球迷给他的热情 以及大家回顾他过去点点滴滴 还有林沐一郎非常感动人心的一番 这个退休感言在记者会上 都让人有很多的话题讨论 今天在自由时报头版放到了一个照片的位置 各个报纸的体育版面也相当大篇幅的报道 扫描一下各个报纸重点之后呢 继续来听听看在头版的详细内容 大家做了什么样的报道 今天苹果日报头版大标来听到 蔡抛总统三条件登记初选 提出来的是国际观改革跟团结 而在今天这个苹果日报的头版 用这个漫画的方式 把几个看起来2020比较有机会的候选人 用漫画的方式来加以呈现 好像在玩堆积木的游戏 今天在苹果的头版 包括蔡总统 以及韩国瑜 柯文哲跟赖清德 换句话说 蓝音现在几个太阳 朱立伦 王金平 武敦一通通都没有被放上来 今天在苹果日报的头版 有这样一个版面安排 内文部分提到 昨天蔡晓英去进行总统初选登记 刻意凸显现任元首的高度 她面对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的挑战 非常有信心的说 2020蔡英文要胜选 还开出三大台湾总统的条件 说分别是推动改革 要有国际观团结党内这三大条件 希望为民进党为台湾 承担下一阶段的一个任务 而这三大条件很多人说 当然你就是来针对赖清德而来 因为毕竟赖清德他过去的一个行政资历 并没有国安或国际方面的一个资历 所以今天在苹果日报的二版 也来做比较 比一比这几个台面上 2020相当有机会的人呢 从蔡英文开出来的条件 看看他们能够掌握什么样的优势 当然这条件蔡英文开的 他竞挑的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来做说明 这部分呢 今天苹果日报也解释了 然后来看一看这几个条件 赖清德 王金平跟韩国瑜在展现改革力部分呢 是没有人会去怀疑的 他们觉得朱立伦比较有国际观 柯文哲在两岸部分比较没有包袱 这是三个人的优势 不过针对国际观的部分呢 韩国瑜被指的是他缺乏国际观 说高雄市长清白胜选改革能力强 先寒流的风潮最能够团结党内 这是苹果日报 引用了部分他们找来的专家 做出来的一个评断 而在苹果的评断当中 柯文哲认为他长期都在一届服务 国际事务的经验比较少 同婚议题不表态 没有达到人民标准 在改革部分不及格 白色力量不输 蓝绿势力 这是团结党内部分 赖清德被认为不熟国际 推动双语教育凸显改革能力 参选总统就会导致党内分裂了 在团结部分 觉得赖清德可能在这部分是扣分的 至于朱立伦部分认为具有国际观 因为他曾经访问美国跟中国 提出二次年改 改革诚意十足 幻驻风波重创团结记忆生 本土派出身的王金平 被认为国际观也不够 主导立法有能力改革 马王正真变成他团结党内的 一个大阴影 这是苹果日报来评比 用蔡英文的标准来看一看 这几位候选人能够拿多少分 这是今天在苹果的头版头条 自由时报头版大标 2020拼连任蔡英文登记初选 昨天蔡英文登记初选的时候 开宗明一开始他就说 我为什么会站出来登记呢 最主要原因是台湾需要我 民进党也需要我 自由时报今天把这个部分 做到这个头版头条的报道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 来听到大标是 韩国瑜批评蔡英文 说他失去了总统的高度 昨天蔡英文在登记之后 面对媒体询问他 左酸赖清德又打韩国瑜 这两个部分呢 今天中国时报都挑出来说 放在头版 今天头版的报道提到 总统出访前猛酸一阵子 要这个韩国瑜好好关心市政 还说最重要是把办公室 还给海洋局 韩国瑜则回唱 希望总统多多倾听 高雄真正的需要 不要一直用小牙签去钻 失去了总统的高度跟格局 当总统蔡英文洋洋洒洒 提出了三大条件 而韩国瑜呢 用他向来最熟悉的庶民言语 说出他认为总统的条件 他说简单只有八个字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诉求 告诉总统 什么叫做接地气 今天中国时报也把这个部分呢 放在头版做了报道 说过去蔡英文谈话 都是梦幻式的 简单来讲 你有没有听到高雄要什么呢 他说高雄要国际大机场 要自由经济贸易区 要专属的石化区 财政困难空污严重 希望总统听得到 不要该听到的都没听到 拼命拿小牙签去钻 另外在赖清德部分 昨天蔡英文也是有点在酸他 其实没有点名 大家都听得出来 先记者问到他说 赖清德的部分 为了配合蔡总统的出访 暂停公开行程 说要大家一起来拼外交 蔡英文显然不太领情 他说很感谢 但是事实上不太需要 他还是把时间拿来 跟支持的群众交代 他为什么会站出来选拔 这是今天的中国时报 在头版做出来的报道 而被问到说 你跟赖清德 在他宣布要参选之后 双方有没有任何的联系呢 蔡英文说没有 好这两个人的关系 当然也是媒体 这个想要做文章的部分 今天中国时报 头版有这部分的报道 当然你看到 中国时报的照片 其实各个报纸 在选择照片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猜出他的立场 今天中国时报 头版选择 蔡英文总统的照片 就是一张 这个有点下巴往上台 然后嘟起嘴巴的照片 看起来不太可爱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在头版的安排 好联合报 今天那页三版选择的焦点 同样也是 今天的中国时报 头版头 今天联合报的三版是 蔡英文呛管好市政 而韩国瑜积失去总统高度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总统昨天为什么会先提到说 要把这个办公室还给海洋局呢 因为现在高雄市政府 韩国瑜希望能够更贴近 一般的小老百姓 所以他打算接下来要到凤山去办公 而在整个局处的安排部分呢 海洋局暂时在大礼堂 这个办公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海洋局要到大礼堂办公 是不是办公室被韩国瑜抢走了呢 高雄市府特别强调 我们是因为现在海洋局的办公室 正在装修 改装之后 海洋局办公室会更宽敞 比本来的还增加了70瓶左右 希望借由这样一个局处的调整 能够让未来办公更符合大家的期待 今天在联合报有针对这个部分呢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不过当然过去很多网友 在网络上就会说 这个韩国瑜的 他自己的首长办公室装修 花了93万啦 然后现在又把海洋局赶到大礼堂办公 有很多质疑 但这部分呢 高雄市府特别强调 其实我们在整理办公室 花的钱比过去所有首长 他们装修的钱少很多 这是高雄市府的说法 雷后报今天在头三版下半版面呢 另外报道我们总统的出访行程 已经抵达帛琉了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 这个官员部分的陪同 李大为并没有跟着去 而在中国时报的二版 则说要对抗大陆的影响力 蔡英文总统访南太平洋三大友邦 他说我除了是接下来 2020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之外 也是台湾的总统希望能够稳固 现在有的邦交国 我们的邦义不受影响 这是今天在中国时报的三版大标 当然在邦交国的部分 昨天传出来最新的消息是 所罗门好像要来检讨对台湾的邦交国 有一个说法是说 南太平洋有帮所罗门群岛 下个月要举行大选 大选之后可能跟台湾的邦交 就会出现松动 不过昨天所罗门强调我们要检讨的是 对于台湾援助的使用 而不是要检讨跟台湾的邦交 但是外交部也不敢保证 他说我们只能告诉大家 现在所罗门群岛的说法 也没有办法保证绝对不会断交 好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危险的 所罗门群岛的邦交 今天中国时报二版也提到了 另外提到的是中国时报的三版板头 小鹰变脸狠批党内沙文主义 独派逼迷逼空 不相信女性可以升任总统 今天在中国时报三版引述的是 前天晚上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的发文 特别强调 有人说穿裙子的不适合当总统 但事实证明她是坚决果敢的三军统帅 但是在民进党内对于她未来 到底会不会胜选 以及母鸡带小鸡的效应 到底有多少有很多问号 今天在中国时报三版 引用新潮流大佬林朔雪的话说 其实赖清德要去参选 他的正当性十足 因为你要从立委的席次来看 如果赖清德能够稳住立委席次的话 不要让这一次立委选举 绿营方面的席次流失比2008年更惨 那么她来参选就是有正当性的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三版 英系要勤王 在怎么瞧的部分 怎么协调的部分呢 现在很头疼 蔡赖对决五人小组 明天要来协商 今天在中国时报三版特别提到 包括陈菊 苏贞昌 以及柯建民 卓荣泰 还有罗文嘉 组成的提名小组 明天要开会 来决定 接下来怎么来协调蔡赖两人 目前初步的一个这个时程呢 是确定初选时程会延后八天的时间 今天中国时报也帮小英来说了一段话 说过去确实在2008年前总统陈水扁 涉及贪毒案的时候 谢长廷跟苏贞昌搭档参选 正副总统大败 谢长廷辞党主席宣布推出政坛 而当时呢 苏贞昌 柯建民 苏嘉全 这些人都很伤脑筋 谁要来当 呃 党主席 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民进党这一次被打趴 至少20年才不会爬起来 可能20年内都没有机会 没有想到因为国民党自己 呃 不长进哦 不作为 所以民进党很快爬起来 不过在当时没有办法想象到 呃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蔡英文勇敢挺出来的 所以今天在中国时报三版说 承担背后的血泪心酸 蔡英文最懂当时 确实也是他一肩扛起民进党的责任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所以今天在中国时报三版的特稿 也给蔡英文在承担部分 呃过去的呃一些经验跟历史 早出来哦 给他一些肯定 联合报头版头 韩国瑜示警说民进党的约合力像妖怪 2020中华民国生死之战 国民党整合必须要大是大非 呃 昨天韩国瑜接受联访的时候 特别强调说国民党要警惕哦 民进党是不会分裂的 过去他们不管怎么厮杀 你觉得好像已经呃 无可转还了 但是回过头来 马上第二天又愈合起来 他说所以蓝营不要期待民进党分裂 民进党是不会分裂的 他们很快就愈合了 好像妖怪一样 他再次定调明年总统大选是台独跟反台独的正面对决 呃 今年联合报把这个韩国瑜的示警呢 放在头版头条来报道 不过蓝营方面当然 嗯 到底要怎么协调 要怎么初选 韩国瑜现在呢 尽管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哦 从他这几天近期的发言可以看得出来哦 他并没有排除参选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呢 现在不方便 因为毕竟刚刚选上高雄市长 所以党内如果要让他参选合理化 正当性十足的话 就必须经过一番的设计 今天联合报在二版则是传出 另外两位表态要参选的候选人 包括朱立伦跟王金平 对于党内想要来拱寒 或者是为他设计量身打造一些制度 显然有不一样的想法 协调或初选朱王开炮 在朱立伦部分呢 则说有这一招吗 如果你真的要征召就大大方方征召 要初选就公公平平的初选 王金平则批出选一变再变 让我无法适从 征召领表还是把韩国瑜纳入协调 在这个王金平方面 当然他不方便说什么 他说我无从评论 但是如果办法一变再变 我们怎么去适应他呢 李哲华说不接受协调的话 一切按照初选 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说 如果王金平跟朱立伦认为 有所不妥当 也认为基层拱寒的声音 我们不需要重视的话 能够接受万分之一征召 可能那就尊重大家 我们初选还是照初选走 因为本来李哲华提出来的替代方案是 我们直接要最后用征召协调的方式 来做民调 不要再初选了 但是昨天因为朱王两个人 有一些想法 透过媒体跑出来了 所以在李哲华部分就说 如果你们都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 或者是基层的声音不重要的话 那我们照样初选 最后就保留万分之一的征召空间 韩国瑜今天访问香港拼经济 26号厦门渴望会见刘洁一 陆委会说 市府必须补件说明 而在高雄市府方面则特别强调 不会有任何政治性的议题 完全都是以经济考量拼经济 望报今天的头版头 为期七天定位经济文化交流 陆委会很关注不碰触政治议题 韩国瑜正式启程访问大陆 而在柯文哲部分 现在在美国访问美国 他高喊亲美日有中 说我们必须跟美国跟日本 态度要比较亲近 但是不能够跟中国当敌人 跟中国必须要做朋友 这是柯文哲针对美中台 在三方关系之下 台湾的定位到底在哪里 他提出了他所谓战略性的说法 今天的苹果日报 一样放到了版头的位置 望报头版头说 蔡柯访美很难跨过 一中的红线 接下来韩国瑜 因为他高度认同九二共识 到大陆去推销高雄 应该是会备受礼遇的 不采大陆底线 美国2020案庭小英 说现在因为赖清德 拥抱深绿台独 所以美方会有一些疑虑 柯文哲两岸态度比较模糊 相较小英呢 他是极度亲美的 所以认为2020 美方应该会帮小英一把 这是望报今天的二版 再来听到工商时报 头版头 联准会今年不升息 九月份结束缩表 为期三年的升息循环 结束了 市场估计明年 一月底前会降息 一码 几率逼近五成 另外经济日报也说 联准会更加的鸽派 今年不会升息 定调价量双松 九月底停止缩表 下修美国经济成长预测 不过市场很担心 因为你一旦下修的话 接下来是不是不看好 或我们的经济会坏到 什么样的程度 今年在工商跟经济都提到 昨天联准会的三月 例会结束之后 包出了震撼弹 基于经济浮现成长 肘皮的一个讯号 所以今年不会再升息了 而且九月份就要结束缩表 比市场预期的十二月提前 等于宣告为期三年的升息循环 正式化下据点 而市场利率预期也会随之大分转 等于估计 联准会明年一月底前 降息一码的几率 现在被认为大概有一半以上 好 当然联准会一宣布之后 有一些影响 今天在两大财经报纸头版 也都看得到 首先热钱卡为外资买超99亿元 期货同步做多 净多单冲上6.3万口 台股嘎空 资金行情发烧 这是美国联准会停止升息 国际热钱流窜 在经济日报今年头版二题 则是引用法人的看法 未来在国际资金跟嘎空 这两大行情效应的带动之下 台北股市上看一万一千点 工商时报头版二题则是央行 我国央行昨天的利率会议的结论 也出来了 说我央行利率连时移动 担心经济没有成长的力道 所以下修今年的GDP成长率来到2.13% 而央行的利率部分呢 连11栋之后 重贴线率维持在1.375% 外资爱台今年来台湾买超上千亿 六大多头征兆 吸引热钱涌进台股 所以台北股市昨天加权股价指数 已经占上了10600点 好今年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是同步扬升的 其中道琼涨了0.8% 费半甚至上涨3.5%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开盘 可能也会有些效应 会继续往上攻 这个大家稍后可以来进一步观察 两大财经报纸的编栏重点 经济日报编栏提要 二版本投 央行利率连11栋 定调适度宽松 三版报导 美国对大陆惩罚关税暂时不解除 产创租税优惠3000亿的大饼来了 行政院拍板延长10年 新增保留盈余实质投资 可以抵5%引锁税 渴望吸引企业加码布局 A5版经济日报说 三大饭店同一天开张 先土洋大战 金普顿落脚大安 南港老爷行旅 还有天成集团的瑞穗春天酒店 也开业 这在花莲 这是今天在经济日报的编栏重点 工商时报 投版的新闻重点还包括 产创条例 凭证院拍板修正草案 四项租税的优惠 延长10年的时间 编揽重点工商三版 每光出三招抢救记忆体 每双A争霸 台湾的科技股乐翻了 安城要要下跪 目标私有化 这是工商时报的三版 工商时报二版版头 杨金龙说货币政策会维持鸽派 科拔西拼20元区 还评翻案 以及减税降费斩决心 李克强考察税务机关 今年工商时报的A16版 告诉大家 受险狂买债券的EDF 投信尝到苦果 这是工商时报 今天的编栏提要 继续综合性报纸 在投版 除了投版头条之外 两大财经 两大综合性报纸 自由时报 中国时报 还有一些跟大家 生活相关的新闻 首先自由时报的 投版二题 也是中国时报 跟联合报 今天的投版报道 中国时报聚焦的是 选举到了 我们要大减货物税 节能电器最多 可以省2000 大货车减40万 这是为了米平民怨 行政院会通过 货物税条例的修正案 扩大泰换老车的 适用期范围 同时提高减征税款 到2022年底 凡报费一到三期 老旧大型的客户柴油车 同时去买新车的话 可以减征货物税 最多40万元 等立法院三读 两年之内 只要购买节能标章的电器 就可以减征货物税的上限 2000块 本来总统在2月底 跟这些货运业者 查续的时候承诺 货物税减税提高到40万 级别从本来的一到两期 扩大为一到三期 而这一次行政院的版本 是把力度再加大 从本来的大货车 增加为其他客户 大型车种 通通适用 行政院规定 在2022年底前 淘汰一到三期的 老旧大型柴油车 而且买新的 大客车 大货车 大客货 两用车 带用大客车 大型特种新车 而且完成登记的话 就可以减征货物税 最多是40万元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自由时报也说 行政院说 条文生效 两年内通通都适用 买节能家电 可以退税2000块 有九大类的家电 可以先买后退 包括了 节能标章的电冰箱 彩色电视机 冷暖气 除湿机 电烤箱等等 每一台最多可以减征2000块 你先买 然后再来退税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自由的头版 右半版面 OTT 没有对中国开放 爱奇艺台湾战 即将下架 好 很多这个人 可能有买中国影音串流平台 OTT 爱奇艺的一些会员 要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腾讯视频 传出要比照爱奇艺的模式 到台湾来落地 不过经济部早在2016年 驳回爱奇艺到台湾来的申请 后来爱奇艺是透过台湾代理商 ODD代为行销跟宣传 现在陆委会说 你透过代理商这样子一个模式 到底合不合法 我们要来查 如果不合法的话 就要下架 但是ODD说 我们是台资公司合法设立 而且诚实缴税 相信政府会依法行政 我们会全力配合调查 但是如果说真的被下架 或相关影响 目前没有办法评估 一切来看看后续如何发展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紫班牙昨天有大爆发 在台湾有世界为二的紫班牙 集体迁徙的生态奇观 最近紫班牙初春北返 进入了高峰 云林的林内乡出口段 跌到 就是他们一般 紫班牙喜欢走经过的这条道路 昨天早上九点多 出现每分钟有七百只紫班牙 越过国道三号高速公路的盛况 所以高速公路看到赶快 紧急封闭外侧车道 一千一百公尺 来保护这些紫班牙 不要被车辆气流扫落之后碾压 希望紫班牙能够安全的 回到苗栗去繁衍 好紫班牙过境呢 而且大批 昨天每分钟有七百多只的新闻 自由时报 在头版用照片的方式呈现 另外一个头版照片 则是林木伊朗日本的这个朗神传奇 美国职棒这一次特别把这两场的开幕战 移到日本去打 就是要让林木伊朗有一个风光的退休仪式 果然昨天全场五万多名球迷 大家一起来见证朗神神话的最后一张 最终张 日本最终战朗神退休 虽然这场比赛呢 他还是没有敲出安打 但是45岁的林木伊朗 结束28年美日职棒的传奇生涯 在整个棒球史上 应该会是相当漂亮 相当传奇的故事 今天各个报纸也都预告说 没有意外的话 五年之后 他是一定会进入名人堂的选手 以上是今天早报头版的新闻终点 7点50分了 上班上课 注意时间不要迟到了 我们听一下广告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大家我在瞄一下大家在讲什么 今天哈拉主题吗 一定猜不到啊 大陆剧吗 我最近在看的是韩剧 有一部好好看哦 在讲出版 出版社的 对 好 不要推销韩剧 有些人反韩 我今天有什么来讲的是说 我昨天突然想到 如果说民进党这一次 他最后是推赖清德的话 但是你知道他们初选证 确定人选好吧 你就算五月六月 你再怎么推好了 那距离到明年选举 还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有没有九个月 大概不到一年啦 但是几乎要一年的时间 甚至说你选完以后 到要上任 又还有四个月的空窗期 那如果说这次是赖清德 那明明总统是蔡英文 那到底要听谁的呢 因为你为了胜选考量 民进党内势必是要全力 去把出现的赖清德推上去嘛 但如果赖清德的政策 跟蔡英文不一样 那到最后会不会有一个 总统权力的一个拉锯 然后总统 蔡英文不可能不理他 那他会不会就变架空了 就变一个跛脚总统呢 这对我们的现任体制很有问题 7点51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叶荣 继续我们来听内夜的新闻焦点 提供给大家生活方面的讯息 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 说呢 在粪便浅血的筛减部分 大肠癌的死亡率降为7% 50到74岁 每两年可以免费检查一次哦 简单采样就可以及早发现 好这个我们在大肠癌部分 一直是华人 我们因为饮食的关系 所以必须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生活版 提醒大肠癌一直是国人 十大癌症发生率之首 2016年高达15000多人确诊 其实只要简单的 做一些粪便浅血筛减 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大肠癌 根据台大跟国建署研究 有筛减的民众当中 高达94%发现早期的大肠癌 降低7%的死亡率 每年5000多人死于大肠癌 筛减如果是阳性的话 大部分94%都是早期 换句话说 治疗都还是非常非常有机会 完全痊愈的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的生活版 另外自由的台北市新闻提醒 304人在台北市联谊预立遗嘱 这个预立医疗遗嘱 八成拒绝维生治疗 病人自主权利法 一月份上路 大家可以透过咨询 来决定未来在人生尽头的时候 要接受还是拒绝医疗 你要不要插管 要怎么样走完人生最后一成 而有统计的数据说 其实台北联谊说 目前在联谊签署 预立医疗遗嘱的 有304人 50岁到79岁 超过七成 而且女生的接受度比较高 女生超过七成 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 预立医疗遗嘱的决定 特别是高达八成的 这个预立医疗遗嘱的人 他们选择 我不要接受维生医疗 希望能够有尊严的善终 好 这个统计呢 今年自由时报 一样也是版头告诉您 联合报关心的是 我们的孩子健康 今天联合报的生活版说 你知道吗 在营养午餐的安排部分呢 城乡差距非常大 说现在的学校自设厨房 超过40班 才能够配一个营养师 很多偏僻的地方 很多小学根本凑不到40班 所以根本没有营养师 来帮孩子的健康把关 教育部长潘文中昨天说 五月份会提出 营养午餐法草爱 来增加这些营养师的人力 其实在日本 只要500个学生 就可以配一个营养师 而且除工的人数也不够 所以校园除工平均 每个人要煮大概250人的餐点 日本则是平均80到100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数字落差蛮大 另外昨天立委也质疑说 以蛋白质的来源来说 台北市孩子吃蛋白质来源 可能是橙子排骨啦 寿喜烧牛肉等等 但是如果到乡下地方 有洋葱炒蛋就很不错了 觉得这个城乡差距也太大 希望能够借由政策方面 来保障偏乡地区孩子 他们的营养均衡 好 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的社会版 电邮诈骗脸书假冒广达 竟然得手37亿元 有个立陶宛的男子呢 他假冒台湾电子公司广达电脑 透过电邮寄假的汇款单 给科技巨播谷歌跟脸书 叫对方汇款 对方还真的会 他得手了大概1亿美元以上 至少两百多家厂商被骗 而且几乎都很难破案 再来听到新一点零 喜欢点眼药的听众朋友 B12眼药水出包 主成分含量不足39万瓶下架 因为它的成分不够 当然对于你要舒缓一些症状的话 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民众如果买到 这些问题批号的新一点零B12 马上跟厂商联系 把货退回去 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的苹果日报 3C版来报道 独家专访在日本很夯的 虚拟直播主 好这虚拟直播主 像我们直播 你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本人真人在直播 虚拟直播主 他其实可能是个动漫的 一个形象 但是后方呢 会有一些人在配声音哦 所以今天在 苹果日报整理说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去 卖声音卖萌 引起他们每个月 大概上个月 我看这个访问的人说 他赚了大概台币47万 利用斗内的功能 赚了47万哦 有兴趣的话 今天苹果日报 有特别的报道 至于体育版面 当然很多的 林沐伊朗 我们也没有时间 告诉大家了 但是全球粉丝 都很舍不得的 林沐伊朗 今天在各个报纸的 体育版面 有非常大篇幅的 回顾报道 时间到了 继续请收听听懂新闻 果果果 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呢 新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新闻 就可以听懂新闻啦 听懂新闻 什么是特赦呢 什么又是再审呢 特赦是专属总统的赦免权 对于特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